李泽后与刘旭元对台时 自称有四个静悄悄 静悄悄的写 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 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 静悄悄的读 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 这是我最高兴的 静悄悄的活近十年 我的三步不讲演 不开会不上电视 基本上执行了 十年中也有两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座谈 像是演讲 实际还是杂七杂八的回答问题 采访去年太多了一点 今年大都晚些了 静悄悄的死 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 没人会知道 我说过 对弟、妹、病重也不报 报病重有什么意思 千类别人挂念 干嘛 静悄悄的健康的活好 然后静悄悄的迅速的死 也会死掉 当然 这也纯属个性 我非常欣赏 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 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 但愿意参加或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李泽后到底是没能静悄悄地死 除了家人 受其启蒙的人都在缅怀 但是 李泽后的死归根到底还是静悄悄 今日于情之寡淡 哪配得上一个时代符号 2011年 北京大学举办 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 以李泽后哲学为例的学术研讨会 前李群对李泽后的历史价值 做出了这样的评判 回顾这几十年 我们现在能举出来全局性影响的 也就是李泽后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又过去十年 李泽后去世 可放眼四顾 现在能举出来全局性影响的 也依旧是李泽后 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篇大师撰写的杂文 《辽记哀思》 以为缅怀 我不喜欢的那些作家 文、李泽后 我是顽固的廷鲁派 从初中到今日 始终如此 我最近特别高兴 读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人 如吴冠忠、周汝昌、徐范成、顾隋等 都从不同方面认同鲁迅 而不认同周作人、胡适 这些人都是认真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并非左翼作家和激进派 却都崇尚鲁迅 鲁迅不仅思想好、人品好 文章也最好 我崇尚鲁迅 觉得他远超其他作家 包括超过张爱玲、沈从文等 当然也是郭沫若、矛盾、老舍、巴金等无法可比的 鲁迅具有他人所没有的巨大的思想深度 又用自己创造的独特文体 把思想化作情感迸摄出来 确实非同反响 把张爱玲说成比鲁迅更高 实在可笑 艺术剑上涉及审美对象诸多因素的把握和综合性的判断 不能只看文字技巧 张爱玲学《红楼梦》的细致功夫的确不错 但其境界、精神、美学含量等等 与鲁迅相去太远了 要论文字 托斯·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图格涅夫 但他的思想力度所推动的整体文学艺术水平 却远非图格涅夫可比 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伟大 正在于他那种扣问灵魂、震撼人心的 巨大思想情感力量 就以鲁迅来说 我也只喜欢他的散文诗 也草合一部分小说 例如《孤独者》在酒楼上等 年轻时读了很受震撼 《昭花西时》也写得好 也很喜欢 肥皂、离婚之类就不行 他的杂文有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 很厉害 我不喜欢他的《故事新编》 我觉得《故事新编》基本上是失败的 逐渐是《故事新编》中写得最好的 可说是唯一成功的 写作年代也较早 与其他各篇不同 我不喜欢滑稽戏 包括不喜欢相声 总之 这也许与我的性格有关 只是个人的审美爱好罢了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深刻的作品 《孤独者》之所以震撼我 就是因为深刻 比伤是深刻 《孤独者》主人公 未连书那种梦醒之后 无路可走的大苦闷画作 《孤独者》是一种深夜中凄惨的狼嚎 让人闻之震撼不已 何等孤独 何等寂寞 又何等意味深长 那是极其炽热的声音 却是非常冷静的笔墨 两者相加 才能有这效果 我并不喜欢 鲁迅那些太剧烈的东西 那些东西相当尖刻 例如骂梅兰方为梅毒 男人爱看是因为扮女人 女人爱看是因为男子扮 的确尖刻 但识功允 这只是一例而已 虽然读起来很过瘾 可是没有久远意义 鲁迅那些超越启蒙旧王的思想文字 倒是有其长久意义 其人生感悟 是深刻的 鲁迅和冰心 对人生都有一种真诚的关切 只是关切的形态不同 可惜鲁迅被庸人和政客捧坏了 鲁迅被抬得那么高 是在解放后 解放前只有一部分人崇敬他 但不是解放后的捧法 我不喜欢周作人 特别对现在有些研究者 把周作人捧得那么高横反感 鲁迅那么多作品 让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周作人则没有一篇 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 连学问也谈不上 只是雅趣而已 我不喜欢周作人 归根节地还是不喜欢 他的整体创作境界太旧 功夫下了不少 但境界与明末作品相去不远 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组成的 而思想和情感尽管如何超脱、超越、超觉 仍总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基 人们喜欢把二周、周树人、周作人 相提并论 我不以为然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我一直不喜欢两个人 一是刚刚说过的周作人 还有一个就是郭沫若 一个太消极 一个太积极 我从来就讨厌郭沫若和创造社 我从不喜欢大喊大叫的风格 创造社的喊叫既粗鲁又空洞 女神的喊叫 与那个时代的耐喊之声还和谐 但我还是不喜欢 他那天狗要吞没一切 要吞没太阳 吞没月亮 我觉得太空洞 并不感到如何有力量 我对郭的某些 也只是某些历史著作 如青铜时代中的一些文章 以及某些甲骨考证很喜欢 可以看出他的确很聪明 我不喜欢大喊大叫的作家和作品 但并不等于 我就非常喜欢完全不喊不叫的作品 例如周作人 他道不叫唤 很安静的品茶和谈龙说虎 但我也很不喜欢 我一直也不大喜欢老舍 老舍多数作品流于油滑 甚至连他的最著名的 《骆驼祥子》也不喜欢 看了这部作品 使人心灰意烂 我记得是十几岁时读的 和鲁迅一笔 《高下利剑》 我不否认 他的某些成功的作品 茶馆的前半部相当成功 后面就不行了 但从总体上我不太喜欢 我很早注意到 胡锋对老舍的批评 胡锋一点也不喜欢老舍 我读鲁迅 总是得到力量 读老舍 我读鲁迅的批评 我读鲁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述 他想在书中表达 对当时中国社会最新的认识 和回答中国社会的出路 然而 认识一旦压倒情感 文学性就削弱了 矛盾不满意冰心 正是不满意冰心 没有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意识 只关注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心灵 可是 如果人类心灵没有美好的积淀 能有美好的未来吗? 老实说 要看矛盾的作品还是看他的 《双叶红月》《二月花》等 我以为动摇就比紫叶好 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紫叶有一些片段很好 但整体不行 巴金有热情 当时许多青年走向延安 走上反封建之路 并不是读了《共产党宣言》 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 但他的作品热情有余 美感不足 可以说是缺少艺术形式 钱中书是大学问家 甚至可以说钱无古人 后无来者 但也无需来者了 他读了那么多的书 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 所以我说他买毒还珠 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 永照千古 太可惜了 当然 这并不是否认 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把他捧得像神一样的 我觉得不可理解 对小说《围城》也是这样 我认为小说《围城》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真是硬着头皮看完的 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 不仅不喜欢 还很不舒服 这大概又是我的偏见 八十年代的文学 很有生气 很有成就 起点比五四十代和以后高多了 当代作家有点浮躁 急于成功 少有面壁十年 潜心购置 不问风雨如何 只管耕耘不息的精神和气概 作家不可太聪明 太聪明可能成不了大作家 太聪明了 什么都想到 想透 想得很周全 精细 对各种事情有太强 太清醒的判断力 这样反而会丢掉生活 和思想情感中那些感性的 偶然的 独特的 最生动活泼的东西 扭曲自己的才能去适应社会 既要作品得名 又要生活得好 有名有利 但这在创作上 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作家应该按自己的质感 天性 情感去创作 我觉得作家 不必读文学理论 但可以读点历史 哲学等 对历史还是对现实 有敏锐和独特的感受 保持这种感受 才有文学的新鲜 读文学理论的坏处 是创作中会有意无意地 用理论去整理感受 使感受的新鲜性 独特性丧失了 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 能更大一些 不必太着眼于发表 不要急功近利 不要迁就意识的政策 不要迁就各种气候 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是不怕被埋没的 本文转载自语言学人公众号 摘编自中国现代著作家评论 1995年